強震重創花蓮 很多民眾是有家歸不得 工作也受到影響 經濟頓時陷入了困境 為了要協助受災戶 行政院公布了30項震災措施 包括了死亡或失蹤 慰問震助金額達到60萬元 重傷補助10萬元 還有各項救助金等 那麼在秀林商的一間中途之家 房屋幾乎被震壞 13位收容少年被姐姐安置 恕不估計重建的經費需要上千萬 孩子睡的房間 整個清缸架已經整個扭曲 變形 走進孩子們的房間 天花板的清缸架大面積掉落 電線都裸露在外 二樓的每一間房 幾乎都是這樣的慘況 整個清缸架都變形 所以天花板有砸下來 所以我們當時有四個孩子 在逃生的時候有一個被割傷 就連五年前 台積電協助補償的梁柱 都被撕裂出一條又寬又長的裂縫 這裡是花蓮縣秀林商的中途之家 幫助那些無家可歸的孩子 只是受到規模7.2強症摧殘 房屋結構嚴重毀損 根本已經無法住人 這是平常他們生活的家園 當他們看到地震回來整理的時候 都是恐懼跟驚慌比較多 去收拾他們的東西要移走 每一個心情比較落寞一點 對 但是我們有給孩子保證說 我們會盡快 好 讓這裡能夠把它重建好 讓大家回來我們這個家園 要收的地方實在太多 粗估收散經費高達上千萬 除了仰賴各界的盛款 行政院針對花蓮震災的受災戶 提出30項救助措施 死亡或失蹤慰問震助金達到60萬 重傷震助10萬 還有包括居住 應災失衣 減稅 工作和就醫補助等 對於花蓮災情 行政院以撥付3億元 供花蓮縣政府進行救災 所需緊急應用 各部會也以匯整共30項相關方案和措施 行政院將秉持重憂 重塑 重檢的原則 全力協助災民重建復原 順利渡過難關 回復正常生活 震災過後 災區滿目瘡痍 透過公司協力 要協助居民們 把破碎的家園逐漸重建起來 記者陳經營 林辯辯 蕭月生 台北花蓮採訪報導